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進大學的時候 我現在是二年級嘛 然後其實我在進大學的時候 我對於大學的教育其實是 有一點失望的 就是大學跟我過了一年之後 我發現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啊 我就只是一樣坐在教室裡面 然後聽課然後寫筆記然後考試 就跟高中一樣只是科目換了 比較不一樣而已 然後比較專業而已 一直到我就是後來 就是接觸到了這個地方 因為他其實講的東西 可能是你這個科系應該要知道 但這個科系可能卻沒辦法 給你那個方向 雖然我是中文系 然後可是我每次都戲稱自己是 海歐系 因為就跑出去修通識課 而且還修了非常多 通識課不是一種 次一等的 次於專業的那種東西 也不是一種 把什麼事情給通俗化的那個東西 有一些人類不同的文明 人生一定會碰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 非常基本的 也非常複雜的問題 所以學生在這些課呢 他經過了洗禮之後 一個學期兩個學期三個學期之後 我們發現這個他們對於 思考重要的問題的那種興趣跟能力 大大增強 然後他對你提的問題 然後他回答你問的那個問題的那個答案 都非常讓人驚豔 通識教育提供一個更多的可能性 讓這些學生敢於去想像 覺得也許我有一天我可以踏入另外一個 屬於我自己走出來的道路 不是我老師規範給我的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是一個複雜多變的世界 我覺得學生獲得這樣的一種勇氣跟能力 對他們是非常重要的 我自己籌學或是認識世界的過程中 從國小到高中都是很片面的認識 而在東海我只是覺得就是 另一個新的展開 你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的一個歸屬 如果我要形容東海的話 我想可能是第二的故鄉吧 很柬埔 跟外面的世界有一種 就有一種世外桃花園的感覺 我很喜歡東海的雨季這樣 即便它靈得大家都實實的 或者是上課不方便什麼之類 可是我覺得東海最美就是那個夏雨 以及冬天的時候 那種寒冷的那種乾燥 太漂亮 所以會讓人家不想改變 它整體就是一個 關心人的 關乎人的一個校園 有些時候你會看到一些人 它其實很平凡 沒有什麼特別的 shining的那種學經歷 但是如果你深入一點去瞭解它 你會發現 隱隱藏著一些人的那個深度 就跟東海這個環境一樣 它的建築隱藏在那個樹林之間 是因為這個人 這個環境 這些景物 對我來說才充滿了生命力 一種在現實的各種的考慮之上 還是有一些人 在過去還有現在 我相信在將來 還是對於一種比較理想的生活方式 一種比較理想的人際關係 是可以存在的 在這個校園裡面 甚至是在這個社會上 我想東海是一直給我們這個訊息 就是一些重要的價值不應該放棄 將來也不應該 就完成了 大概可以放棄 一瓶ض水 在這兒 那天 你們